看影片之前 记得订阅周天慧 Fanesha Chao 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仔 每次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会立刻收到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8日星期三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讨论时事 今天就要讲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初选案的47名被告当中 有46人交了去袁仲廷审讯 和判刑 大家都要知道 袁仲廷判刑是没有上限的 估计这群人的刑期最少 都可能要坐三年 或者甚至终身监禁 都不出奇 第二件就是欧星阳文安 他所涉的罪行包括了欺诈罪 刚刚他又找了一个涉嫌诈骗的律师 叫做蔚佩璇去做代表 昨天阳文安出庭的时候 竟然没有律师代表 究竟是不是物以类罪 人以类分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讲这两件事 有留意法庭身份的朋友 都看得到昨天有不少的审讯 判刑结果的报导 其中一件最值得留意的就是 三十五家初选案里面 四十七人之中就有四十六个人 就由裁判法院就交了去 袁仲廷去审讯和判刑了 当中交了去袁仲廷判刑的二十九人里面 包括了 我不读二十九个名字了 因为很多人 二十九个很多都不太认识的 我只是读一些大家可能有听过的名字 譬如是 戴耀廷、黄之峰、楊岳桥、谭德智、胡志偉、朱凯迪等等 其他那些就不读了 其中王子月和呂志恒继续批准保释 其余二十七个人就还押看管 而交了去高等法院袁仲廷审讯的十七人里面 比较多人识的就包括了 林卓廷、梁国雄、何桂南、陈志全和余慧明等等 其中五件位 何桂南、周嘉诚、林卓廷、梁国雄、余慧明 就需要继续去还押被看管 其余的十一人就可以继续被保释 其中就有吴正亨 一个还未被决定是否要交去袁仲廷 其中就被安排到下个月四至八号 就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闭门进行初级征讯 那他是需要继续还押的 其实大家就会问 究竟这些人交去袁仲廷审讯 其实代表了什么呢 原来裁判法院的最高刑罚 一般是监禁两年和罚款十万元 但当法庭同时处理两项 或者以上可以公诉罪行的时候 裁判官就可以判处最高的三年刑期 即刑期最高只是三年 但初选案涉及的是港区国安法中的 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一项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 今次这46人被交去袁仲廷 即是说他们的刑期极有可能 是高于原本可以在裁判法院上限的三年 甚至更高 所以才会转到没有判刑上限的 严重庭处理 违反国安法 危害国家安全是一个极具严重的罪行 现在还未知这47人最终会怎样判 但也要提一提 不喜欢香港不喜欢中国的人 犯法就是犯法 一定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们可以选择离开 但绝对是不容许去挑战法律的 香港有优秀的警队犯了法的人是没可能逃脱的 接着就要说黄鹏星阮民安 大家都知道他在黑暴期间很高调 很囂张地公然撑暴抹黑国家 和政府和警队 原来他的目的 大家可能都不太记得他 因为他实在太不知什么线 我想比异线更加低 原来他一路做这么多事 都是为了一个浅字 阮民安在今年2月15日被捕 当日香港警方国家安全署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 他说阮民安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 第十条煽动意图行为罪 还有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 第25条洗黑钱条例罪 他在去年2021年9月起 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出具有煽动性行为 希望引起憎恨政府 司法和激起香港市民的不满 阮民安和他太太直 和一个19岁的女子被控暴动罪 他们做的事是借着卖曲奇帮助19岁的女子 从中获取利益 阮民安被控作出一项及多项煽动意同的作为罪及欺诈罪 奇怪的是昨天在区域法院提堂的时候 阮民安竟然没有代表律师出庭 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池 在法庭上关注阮民安没有律师代表 他唯有自己都不清楚如何解释 为什么律师没有出庭 大家原来有花边新闻在这里说 原来他委托的律师韦佩船 他之前涉及一些诈骗案 曾经在去年被警方拘捕 不过其实昨天他不是被捕的 他只是突然之间no show 不知为什么 那宗诈骗案是有人涉嫌冒充救楼宇 楼宇单位的业主抵押物业取得贷款 然后出售物业逃离 警方在那宗案中拘捕了12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代表阮民安的律师 我们翻查资料 原来这个律师韦佩船 也曾经被一些客人向律师会 投诉怀疑他揽收律师费 今次这个律师没有出庭 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未清楚 但最讽刺的地方就是 被控欺诈的阮民安 刚刚又找着一个涉嫌诈骗的代表律师 去代表他 你说是不是多有趣 究竟是有趣 还是物以累罪人以累分 大家自己去演绎 不过黄色犯罪圈里面 犯法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既然好像杨岳桥说 可以留案底令人生更精彩 他们犯什么罪我们都不觉得出奇 希望国安法和未来的23条 可以有效打击这些黄色罪行 让香港变成一个人人奉公守法的美丽城市 期待第六届新政府上场 带给香港一个新景象 好了今天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 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